深水埗有一座綠豆沙車仔走鬼檔 聽說是在這個檔舖附近 出入這裡很多年了 但我都覺得 他在這裡很久 很有意思 那時候他會帶我來這裡吃 他比較特別是 他沒有坐著吃 但好像很有人情味 阿迪終於找到他的影蹤 誰知道 我兒子回去就很好吃 新年賣到現在 那時候是買什麼的 都是賣酒沙 聽說只是在酒鬼賣 我們不是在店裡的 我們在那個街 阿別街 以前在阿聯街賣 一直走鬼 我們幾十年了 二十多年到現在 半個街市就來這裡賣 初初賣五毛錢 賣多少錢一碗 九元 九元 酒鬼檔由陳氏夫婦經營 十多年前 搬到朋友的馮飲店 一角賣綠豆沙 酒鬼嘛 那我就想過辦法 如果搞正事 我們兩個人由沒人手 就是這樣 每人手都在手 那就自己更生 從未接受訪問的他們 專誠帶我們看他的戰車 這些車 賣了又再踏過 都下了幾十年了 又是這樣的車仔 一模一樣 師生搭的 一殼一碗 咬得很漂亮嘛 慢慢咬幾個小時 咬得起沙 一邊煲一邊起殼 我是澳洲綠豆 所以我們一煲打開 有個香味 所以街坊有個低桑香味 不同 對呀 臭臭 臭臭果皮 對呀 我們用外賣多 以前洗碗的 一邊洗碗都有賣的 賣一碗洗一碗賣給別人 辛苦的 走到嚇到膽都沒有 哈哈哈哈 那次做多少個包包 十幾個小時 市政來到我都不順便跑 哈哈哈哈 最高的路上 有三次 法庭是張庭的 上到一百次又 哈哈 一百次 又臭小孩又去賺錢 大幾歲就做到二代 我一歲六十歲 知道不行 就是二代 一年不測 一年 早兩年還好一點 想著就薄薄了 自己都這麼辛苦 十二十年就退休了 我也不捨得你是美女 是啊 不做 辦法 是啊 後會有期 哈哈哈哈 今時今日去旅行 還用不帶旅遊書呢 紙想旅行就為大家 搜羅了最更新的旅遊資訊 製作了東京和曼谷兩本指南 超過二百頁的內容 給大家免費下載 只要去到紙想旅行Facebook page 按下面的連結 再按這個按鈕 就可以Save up手機 大家快點下載啦